面对大海Safety first 潜水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要邀请到的是 水下30米的这个 亲 亲 怎样 讲不下去了对不对 没关系 你可以说得再丰富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的是 水下30米的御用潜水教练老编 那我们水下30米拍了三季了 六七百支的状况之下 其实遇到了超过 遇到了非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所以面对大海我们一直都是很敬畏 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一集就是要有老编的角度 来跟大家从我们的经验可以分享 还有你自己教练的这些经验 到了水下我们会遇到哪些状况 水流太强 其实以前我也会害怕 只要听到说 刘强 刘强我就觉得 但是其实这样几次下来 你会发现刘这件事情 其实还蛮有趣的 因为有一句话叫有流就有鱼 所以生物性上面就会丰富很多 可能大鱼群啊 或者是开始猎食的就出来了 它是朋友也是敌人 对 我们其实流有很多种嘛 被分类的其实是几种 就是一个是平流嘛 同一个方向的 同一个方向一直往上 第二种是下降流嘛 突然间深度会一直往下 另外一个是永生流 不然往上推嘛 还有什么 洗肌流 对不对 就是会让你一直旋转 大家就是没有固定的方向的 平流对我们来讲其实是 朋友 对不对 什么状况下不是朋友 就是你必须跟他抵抗的时候 可是我们在潜水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少会抗流 因为你抗流没有用 你顶流没有用的嘛 顶不过的 顶不过的不可能 我们最多是说 我从要顶一小段 是为了要先闪过某些东西 所以不会是从头顶到尾的 其实顶流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让你的身体的 面对流的面积变小 你如果是本来是这样提的 你其实侧身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流的那个面积会变小 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怎么样呢 你可以闪流 就是你躲到石头后面 石头后面 石头后面 你可以顶的就变少 对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闪流的方式 在平流的时候 再来就是抓石头 对用爬的 抓石头 你抓到石头 慢慢往前 这也是一种 所以平流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它并不可怕 我们现在讲是有底的 那没有底 没有任何地形平流 那其实你就让它流嘛 反正你也没办法 但是你就是让它流 你只要控制好你的深度 你其实平流 它会带同一个方向 那你就是让它流 你不要慌 你也别想去跟它对抗 因为当你慌的时候 你的呼吸就会急促 你会做无效的呼吸 会过度的换 然后第二个是 你顶流顶太多也是一样 你也会变成 呼吸急促 心跳急促 头痛啊 晕癌 所以我觉得平流 其实就是享受它 让它带着你 带着你走 顺流而行的感觉 那第二种下降流 我们遇到下降流 通常你会怎么做 以我在菜鸟的时候呢 就会一直踢 一直踢 一直踢 然后就觉得 为什么还是往下 然后耳压一直在做 然后深度一直往下 但是后来有更有效的方法 就是你的工具 BCD 对不对 充气出 再强的下降流 你充了BCD 你基本上都会往上 我只碰过一个人 跟我说 他遇到的下降流 充BCD没有用 那是在墨西哥 那一个很特殊的地形 他那个 他那个流变成一个漏斗状 好像一个悬磨一样 好可怕 把人整个往下带 他说他被卷进去的时候 他充BCD是没有用 就是上不来 就一直在往下带 好可怕 对 但那个只有 我只碰过这一个人 其他人都没有 等一下 那他怎么上来 他本来不会被卷进去 对 他的一个客人被卷进去 他过去要拉他 他只是要拉他 也就跟着进去 就被带了 进去之后 他们等一下在那边 转很久之后 好不容易才 从旁边踢出来 可是深度已经带到很下面 Oh my god 对 但他有碰过 就是之前有人就是 在里面 就走了 那很像我们一般卡通 才会看到的画面 坏人他把你卷下去 但是他有提到说 其实你在前面可以预测到 就当你感觉那个流 开始有点 那个开始往下带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充气出来了 就是你不是一下子被带进去 是你开始慢慢的被往那边 往那边飘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想办法出来 相提 你不要等到他 你进到里面 那当然这个其实真的很少 其实我们遇到大部分的下降流 他你充气绝对都会往上 第一个你遇到下降流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的是什么 你开始一直在做耳压 你会不断的做耳压 而且你会觉得 为什么我一直做耳压 充气做耳压 充气做耳压 因为我们一下 我不知道我是下降流 不会充很多 充一点 可是在做耳压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检查你的表 你看你的表 如果一直在往下 你就知道你是遇到下降流 那这时候你也不要慌 你就是充气 然后让自己回到你要的深度 但是充气的时候同时另外一件事 要随时准备泄气 所以当你在充气的时候 像我如果在充气 我随时就准备泄气 我还准备好这边 我们泄气快泄的地方 所以当你发现你充到最后 你出来 然后开始要往上充的时候 赶快快泄 所以我觉得遇到下降流 我反而觉得比较危险的 不是下降流本身卖带到大深度 而是你会不会突然充上去 快速上升也非常危险 像我们在哪里遇过 那个三块石 那时候你没下 对 然后我在那边遇到下降 那个就是整个你往下 你会发现你怎么一直 然后一下就要三十斤 那速度是多快啊 其实也不会这样 啪啪下去 不是石头 我们其实下降的带领速 不见得会比你从上面泄气 往下的速度还快 所以其实你不是不能控制的 是 但你就是要去赶快去调整 那时候我在三块石遇到一次 然后另外我们在澎湖 黑潮之流的时候 到最后我们要 已经快没气的时候 我们要上来的时候 我也遇到过一次 大家都要上去了 然后我们已经都到尾巴 我甚至霸数也不多了 然后我开始要上去 我发现我一直往下 然后那个Jimmy 我记得那时候Jimmy带我 我就看他往我这边游过来 我想说干嘛 然后我看一下 又遇到下降流 他怕我气不够 要过来带我 他应该是 因为很熟悉 那边的状况有发生 他也看到我一直在往下 所以他觉得说不对 他要过来找我 因为他知道我们大家气都不多 对 然后那时候我发现了 我就开始冲 冲了以后开始慢慢往上 然后他才停下来 所以其实我在好几个地方都遇过 但是真的我遇到过那么多次 没有说你冲气不会动的 这个就下降流 那永生流坦白说 我反而比下降流还讨厌 因为他会把你突然间往上带 因为我以我遇到的状况是 已经都泄光了 然后我还是在往上升 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 真的比下降还恐怖 所以遇到永生流 其实你要攻升下梯 泄气攻升下梯 我在来雨遇到过 我自己还好 是旁边的 我就看他前倒很忙 你现在抓了一个下来 抓了一个下来 但其实就大家遇到下降流 那永生流就是攻升 泄气下梯 然后一样你要随时准备 你要再冲气回来 会好忙一阵子 其实依照我们现在的 牵涉状况 也很少永生流把你冲底下 就把你丢到水面上 通常只有自己按到冲气 你发现 为什么会一直往上冲 通常是这个比较多 我觉得就是充分利用你的排泄器 再来我们遇到的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洗衣机流 我们洗衣机流大概没遇到过 那个火山口绿岛 是我第一次遇到 对 然后再来 苏傲那边 对 鼻头脚 鼻头脚 那个甲脚的外面 对对对 七星岩 哦 经典 七星岩是蛮享受的 对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遇到这几次的洗衣机流 在底下的地形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有吗 等一下 洗衣机流 你仔细看 在比较圆的不对啊 不是 十块多的 对 所以我们遇到洗衣机流 很少在大南海里面 对 大南海就是通常一个方向的区 为什么 因为洗衣机流其实产生都是流箱状跟地形 地形 所以洗衣机流通常你遇到的时候 它不见得会是 它很少是一个伸不到底的地方 然后你遇到洗衣机流 大部分洗衣机流都是在一个你看到底 然后很多的地形复杂 然后流复杂 所以产生不一样的流 如果把它搬到陆地 就是很像风 风撞到建筑巷口会特别的强 这样子 所以当你遇到洗衣机流的时候 其实你第一个发现的是 你的身处的环境 基本上是有地形的 所以有地形的情况下 就代表另外 你如果大南海里面有洗衣机流 那当你被带的时候 你的方向就完全无法 无法抉拦 但是在有地形的情况下 遇到洗衣机 其实你重要的是闪躲那个地形 因为你至少你不用担心 你一下被带到不到底 比如说我们在七星岩 遇到洗衣机流 其实深度不深啊 深度不深 但是你就是被卷在里面而已 有点无法控制 对你无法控制而已 可是其实你只要控制 你不要去碰撞到东西的话 比如说我的摄影机 在上线会一直流眼泪 对 所以其实你在遇到洗衣机流的时候 你其实你可以靠你的挖梯 跟身体控制你稍微的方向 你就可以闪掉那个流了 比如说你吸气往上 你碰到石头快上 因为洗衣机流也不会把你 流 不会有个流速度快到你 你就棒棒棒 然后一直这样做 很少 只是推着你一直往前走 往右走 往左走 然后我们潜水员的视觉上面 会觉得很快 很怎么样 可是其实就是因为旁边 有标地雾嘛 所以其实你是可以 透过你的挖梯去闪躲的 但最重要是你不能慌 你只要不慌张 然后你就看着那个方向 然后去控制你自己 有点像在玩电动游戏 其实鼻头角那一支 我非常的有印象 然后我觉得第一 保持冷静 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你就可以知道下一个 你要怎样 刚刚老编说的 你要怎么样去闪 或者是你要过他的侧边 还是过他的上面这样 然后再来第二个 核心非常的重要 那个时候我们这样闪啊什么 我就觉得你那个核心 不只是闪动作而已 而是你怎么keep住你自己的重心 请问老编平常有在练核心吗 那是一定要的 身为一个专业的教练 身为一个专业的教练 两年前去考了教练 然后呢 两年之后到目前为止 我教了多少个学生呢 两个 真专业 我觉得其实洗衣机的就是 追你仔细的去回想 遇到过这几次 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慌 你不要因为气泡在你身边 你记得我们几次在气泡 齐心眼 比如你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看不到你 看不到 因为水很轻 我也看不到你 因为我全部都是气泡 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慌张的话 其实你就是稳定下 你就是跟着走 然后让自己在安全的范围 慢慢出水面 不要就一紧张 啪一个就出去了 对 千万千万 千万千万不要遇到流 然后下降流 赶快啪就上去了 其实你就是去理解那个流 然后让他看要怎么带你 再来就是要再强调是 一定要跟熟悉当地的前导 因为他们会 他们的地形都很清楚了 这里流会遇过什么样的状况 也很清楚了 所以跟紧他 如果你真的很怕的话 你就跟紧教练就好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要上来 放弃潜水这件事情 那是最危险的 再来在水下会遇到除了流之外 第二个是什么 什么 煤气 当我吸到最后一口气才发现 我一看 零 你有觉得自己要死掉吗 有 我觉得那一刹那 所有的往事都浮现在 真的要跑马灯 跑马灯开始过去 还有第三首 失散 飘过一个夹角以后 那个流会变强 流变强以后就出去了 我就被流走了 你知道一个人在茫茫大海里面 有多恐怖吗 我拿表一看 我看到那个指针 就跟秒针一样这样 船都在你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就会踢 然后跳 怎么那么远 真的很想骂脏话 我觉得当你出水面 在漂流状态 如何确保你自己 我以前学openware教练 他有自己做了一个 他的救生包 好想要 好想要一包 他可以用那一包 应该可以才能漂一阵子 answering 她们就跟着 开树 Get speeds 假設 飞 出空 可 莫 感谢观看